本章主要分享的是微信行销的课程设计等级 那基本上来讲我们可以分出中高的想法去讲这一个所谓的微信行销 那初级的部分的时候重点应该在哪里 应该在建立微信的个人号跟订阅号的这一个步骤跟过程 那第二个部分的时候因为既然已经有所谓的微信的个人号 或者微信的订阅号那当然就要累计粉丝 那累计粉丝的做法通常就是不外置加入新朋友 跟发布与设计讯息的文案结构 第三个部分的时候就是你尽可能的去产生 去跟人家商家谈合作 或者我们用传统的做法去产生QR Code 也就是试着去创造一些自动产生粉丝导流量的一个设计 可能你会设计一个有声书 设计一个游戏设计一个测试系统 像这样的东西都应该在所谓的初级微信行销的课程里面 中级的部分的时候我们比较研究所谓的粉丝的数据化研究 包括一些客户的特殊客户的分类 还有我们的互动性的设计 那我们首先我们来讲 如果说单纯我们讲数字化的研究 我常常看到很多人在讲数据化的研究 大部分就是以他目前现有的数据 然后找出来就告诉你说 这个东西叫数据化研究 又或者说今天就套一个名乘 就是所谓的大数 就用这样的一个想法 其实我们今天在看一个人 在应用统计工具的时候 很多人在讲的时候 讲到分类的部分 大部分就是所谓的统计 基本统计学 比较有一点点sense的 可能就会考虑到 才会考虑到所谓的多变量分析 那多变量分析 它本身也有分所谓的重断面 跟直断面的数据分析技巧 也可以说我们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想了解说 通常这种客户他会买什么东西 或者我们这种客户他会买多少数量 这种客户通常都会买多少金额 这才是重点 而不是针对既有的客户说 我只是把既有的客户去分类 分说这些客户普通他来的频率比较高 这边客户买的都是比较大的金额 其实重点是要去猜测未来的部分 也就是说要去做预测的部分 而不是现有的客户的分类 那当然现有的客户分类 你可以分类的很好的时候 你当然可以去主张说 我现在这个客户因为它是这种特性 那我持续的部分的时候 再跟他用这种形态的沟通 跟这个东西是合适的 可是重点的部分是在研究 我们今天讲的是研究 我们能够当一个新客户进来 我们能够判定 这客户到底是会不会是客户 会不会买 他买的数量是多少 这个东西我们讲的就是判别分析 那我们必须会了解多重属性 客户不可能一个属性的话 就可以决定他 他是个什么样类型的人 他可能你必须要从职业上去知道 这是白领 或者说从喜好上去断定 当我们有多个指标的时候 去判定他是属于什么类型的时候 这个样的数据才会是有用 再来第三个部分的时候 我们去研究说到底因素那么多 哪个因素才是具关键性的 举个例子来讲 像喝咖啡 喝咖啡大部分经过统计数据去研究 我们讲多边量分析 我们讲基本统计 研究发现大多数两种人 他的喝咖啡的话是正比例的 也就是说第一个 他可能是为提神的情况之下 他会喝很多咖啡 第二种的情况之下 可能他是享受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的所得越高 他喝的咖啡数量会越多 因为他越有闲越有浅的情况之下 他才会去喝更多的咖啡 当然在品质上等级上也会有所差异 所以我们重点是在哪边 重点是在你要去懂的多边量分析 同样的如果说今天你要做一些时间的预测的部分 那你就要懂计量经济或者时间序列的分析手法 然后接着部分我们讲高级的部分 你要去整个去设计你的客户结构 让客户去形成依赖 然后在适当的时间去提供几组建议 然后实现所谓的在线销售 这是我个人出钱的想法 但基本上这个东西我个人觉得说 这样的东西才可以让人家感觉说 你的课程是很完整 而不是一些名词解释或者新闻的导读 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张明 我是玩销利的共同作者 谢谢